8人 俄羅斯已故反對派領袖 納瓦尼的遺孝 尤利亞緩緩走出位在德國首都 柏林的海外投票所 現場充滿了群眾的歡呼聲 高喊著她的名字 並且拍手叫好 事實上數以千計的俄國民眾 17日在正午時分 一同想一名為 忤逆普丁的行動 投廢票或是投給普丁以外的 三名候選人其中一人 即便反對派認為 這三人也是克里姆林公的傀儡 沒有選擇 我們都知道誰會贏 我們都知道結果 他會超過80% 結果許多民眾都反對 普丁繼續連任 大俄國官方公佈了初步計票結果 數據指出 普丁獲得了88%的選票 將在獲得6年任期 就讓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痛批 普丁是個利益薰心的獨裁者 為了延長個人權利 他無而不做 而波蘭當局也發布聲明 稱俄國這場選舉不合法 不自由 而且不公平 對於各界的反彈聲浪 讓普丁也做出了回應 我對這場選舉不合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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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我認為 這場選舉不合法 也沒有 現年71歲的普丁鎮壓一擊 產出雜音 並且禁止兩位反對派候選人參選 讓各界認為這次選舉只是一場表演 不過這同時也使大眾對普丁的反對情緒更加濃烈 未來6年普丁是否還能繼續獲得俄國人民的支持 備受各界密切關注 環宇新聞是否是認中的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按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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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